2022新人王由McDonalds冠名赞助 McDonalds APA Next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荣誉赞助 许氏三叶集团 特别感谢 年年特别为全美各地的挑战者 打造崭新又绚丽的歌唱舞台 不只曾特别安装上高科技的高清荧幕看板 再搭配上五彩缤纷的灯光与特效 更能巧妙衬托出选手们的独特造型与歌曲 就是如此别出心裁 动森新人王欢庆20周年 动森美洲电视再次联手McDonalds 并以McDonalds APA Next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为号召 要延续帮助年轻人 一元娱乐梦想舞台的宗旨 且回顾20年来的新人王传奇 更少不了从学员摇身一变 多次成为新人王舞台上的演唱嘉宾 甚至荣增曾带领出优胜队伍的 新人王导师B李周 如何在音乐专业中 依然保持欢乐的态度 与历届选手携手共同开启下一个 精彩20年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就只是爱唱歌 爱表演啦 然后就对啊 反正那时候就是去玩 可是后来去了以后才学了好多 你学到什么东西 其实像那一年 11年进了以后 是第一次跟Jody老师上课 所以就有学到就是一些唱歌基础的一些方面 然后还有学到说 舞台要如何去准备 穿着是不能随便乱来的 形象是要一直维持 所以像现在一停休 也要一直停着 你知道吗 不能躲背下去 对 且为了共同打造东森新人王 20周年王者荣耀演唱会 透过系列报导 不只要挖掘出历届优异逸手 如何面对大型舞台挑战 且始终坚持对音乐梦想的热情与创意 最终还要全方位提高歌唱才艺与舞台经验 目标问鼎新人王冠军 而对新人王导师Billy 更多的还有从学员升级成导师 身份转换期间的新挑战 我觉得其实只是在 怎么讲 看到他们 有时候就会看到以前的我自己 你知道吗 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是 就如果可以再早一点 因为其实唱歌这个年龄 这个东西年龄很重要的嘛 演艺圈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我自己都有在想说 我如果自己在更年轻的时候 就是碰到Jolie老师 然后学到我现在会的东西的话 那我不知道我现在会唱到哪里去 你知道吗 那所以其实我只是想要提供这个知识 因为其实坦白说唱歌还是要学的 没错 对对对 是所以就是想要把这些知识 传达给一些就是想要跟我一样 就是要追求梦想 然后还有机会可以成功的 且东森新人王坚持以音乐与歌声 跨越世代传承文化 同时发挥出族群融合的影响力 不止多年来 已经带领来自两岸三地 美国 日本 韩国与菲律宾等 上千位亚裔 尝试追逐音乐梦想 舞台上发光发热 且回顾最初的自己 新人王导师比利 也不忘提醒学员 一路走来莫忘初心 重要的是调整自己 恢复正面积极的态度 来面对所有考验 最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舞台 如果真的有什么出彩的话 我敢跟你讲都是紧张 因为毕竟疫情期间 已经演出的部分 因为不能出去户外 就太多人一起在一起 所以我之前接的那种 live gig演出的那种东西 其实都机会都比较少 所以就等于说 你没有在一直在台上的 这个习惯的话 通常上台也是会比较紧张 东森美洲电视 期许与亚裔青年一起 再次激荡出充满热情 创意 且又能实现梦想的 新人王音乐殿堂 东森新人王20周年 王者荣耀演唱会 10月7号周五晚上7点 在圣盖博洗来灯饭店举办 欢迎观众一起参加 查询更多讯息 请上东森新人王官网 东森新人团队 桌上级报道 2022新人王 由McDonalds冠名赞助 McDonalds APA Next 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荣誉赞助 许事深夜集团 特别感谢 凡事都可能实现 并不是空谈 我们从校见证父母 迈向成功 我们花时间在学校 一起游戏 相互陪伴 虽然有些事还在摸索 但我们并不孤单 藉由APA Next 这样的计划 McDonalds多年来 一直心系美国亚太裔学生 提供鼓励 了解更多相关的资源 座谈会与其他计划 请去apanext.com 最终 我们不再幻想未来 而是逐步的实践梦想